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胞外 保护层 有一个性的发展就是出现木栓层 表皮是活细胞 木栓层是死细胞 也以成熟来说 所以我们的作业你只要挑草本金 或年轻木本金就好 因为比较好切 你不要至少麻烦 但你愿意切一点有木头感觉的 有木材感觉的也是可以 你要挑大颗一点 我不反对 但是真的不好切 所以你争夺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他们是用草本金来当作举例 然后就是微管束之间它是不连续分布的 然后上次讲说你要任木脂部跟任皮部的话 这种细胞大大的 细胞臂厚厚的 线条很清楚的 那个就是木脂部 然后呢 这边到微管束形成层 微管束形成层过去之后 这个地方就是任皮部 所以伴随了它老化的成熟过程当中 这个是那个 木本金 年轻的时候 刚从那个成熟 这是一年 可是 它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成熟 有时候是 你只要把木脂部粘起来 或者屏幕粘起来 这样就算成熟 因为它已经开始了新的一个发展 可是有一些植物基本上 它的变化会比较慢一些些 但是以这个植物的例子来说的话 你现在看 这个地方所有的木脂部 有那种大大的细胞 然后线条又很深 所以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 这里整个就是新的 同一圈 同一圈的木脂部 然后围管处形成层 围管处形成层大概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边是木脂部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任皮部 看到吗 所以这是新的层次 外面的部分 新形成的保护层 是木栓层 木栓层 谁提供它细胞 是由它下面的这个地方的 木栓形成层 所以现在整个筋的横切呢 在木本植物上面呢 总共有两个地方 可以进行细胞分裂 严格来说叫做有丝分裂 然后可以提供生长所需要的细胞来源 围管处这个附近的围管处形成层 木栓层次下的木栓形成层 皮层后来呢 其实它就一直维持这个活活的 刚开始筋很细的时候 它真的看起来很多 事实上等到一样 等到筋变得很粗壮的时候 那个皮层就算活活的而已 这样你看喔 好 可是接下来问题来了 你现在呢 在整个筋的表面 覆盖一层死细胞 那为了要保护 这个理由很重要 为了要保护 所以这些细胞合理来说 它应该要堆得很密 那个保护的功能才会出现 然后呢 我们希望 在这个地方用的是死细胞 好 那死细胞是不怕受伤 可是那个死细胞堆得太厚 会不会导致那个透气性不好 因为植物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 呼吸的部位在那里 叶子不是有气候 好 可是你想 你的透气的部位 如果只而在叶子 那一棵树这么大 那请问 那个中间这些枝干 它如果需要棋起怎么办 透过叶子取得 然后再一路慢慢送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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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个 直干那个地方 也这边还是有很多活细胞 所以这个时候 经自己 就搞定透气的问题 它在形成木酸层的时候 刻意在某些地方 就是堆得有一点密又不太密 我只要把握一个大原则 我有厚度 但是可以排列松散一点 因为气体的分子很小 对不对 所以我要它适度的排列稍微松一点点 它就有透气的功能 对不对 但因为有很多的层次 所以你这些病菌 总要从这地方入侵 是不是也有难度 对不对 好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就会在木酸层上面 形成皮孔这个构造 通常你在那个树干上面去找 一个点 短的线条 甚至于是那个有点裂缝 那个纹路 那个就是皮孔所在的位置 而那些地方就是金的透气的部位 但是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用紫细胞做出来的 所以有没有办法像气孔一样 控制那个开关 保卫细胞不是可以控制那个 保卫细胞 保卫细胞不是可以这样开关 有没有 不过这么做喔 就拿两个气球就可以模拟 那个保卫细胞的开启关闭的状态 有没有办法 诶 那怎么国中在的搞什么鬼 就是开关 所以活细胞可以控制开关 磁细胞呢 就做好 这个透气的部位 就一直是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那个 最近那个 因为那个气候关系 气候异常 导致那个三櫻花提早开 有没有 那个参堂出来 那两颗三櫻花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不是提早开花 花包没有很多啦 但已经在开了 你看那个三櫻花 櫻花 梨花 桃花 梅花 它那个树干上面 它那个皮孔都是横条五断的 很好 很好的 所以 这个是一个透气性的部位 跟气孔的角色一样 但是做的事情有点不同 因为气孔可以开关 就不能开关 好 那所以就是新的层次 木栓层 木栓形成层 皮层 真皮木 然后维坏树形成层 木枝部 好 接下来 立堂跳出去的时候 我应该有做一个动作 就是拿一个小的枝条 直接把那个 木粉金的表面撕下来 告诉你这个叫树皮 有吗 你还是 那时候我拿那个相似树来 就跟你讲了 好 不管 树皮跟木材 你看 那个 那个段层是不是很清楚 好 所以假设你现在真的是 有一棵植物呢 然后木本金 它已经构成熟了 比如说有个五年十年的大小 然后呢 你就直接把表面一摳 然后一撕 它就从那个表面 裂得干干净净 底下全部剩下来都是木材 被你撕下来的部分叫做树皮 所以树皮是一个很务实的名词 就是植物表面的那些构造 所形成的层次 OK 所以你想像 当你真的硬是把这个植物 做一个破坏性的动作的时候 哪个地方的细胞 要这么的脆弱 刚刚好就这样裂得干干净净 哪个地方 要这么脆弱 然后呢又要裹 然后从那地方可以撕裂开来 就是哪里 就是 尾管树形成层 所以树皮是 就是当你从尾管树形成层这个地方 假设用破坏性的做法 把这个组织给破坏掉的时候 OK 它会从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干嘛一个断子 细胞又小又膜 然后呢 因为它在发展生长当中 所以 一撕之后呢 整个尾管树形成层失离破碎 所以尾管树形成层以外 不含尾管树形成层的部分 我们就称为叫树皮 所以树皮从那里开始算 如果不含尾管树形成层 那个表示树皮从哪里 从任皮部开始算 所以任皮部就是树皮最里面的那一层 活在死的 活在死的 活在死 活的 木质布呢 成熟之后正常是死的 就是活的 然后 所以再往外 皮层活在死的 不确定吧 活的 然后再往外 木树形成层有分裂人的力 活在死的 活的 到外面 木树层 所以你看 整个树皮当中 事实上你看到死的部分 只有哪里 就是你第一眼看到的最外表面的那一层 那一层 基本上才是死细胞所造成的 里面 木树形成层 皮层跟震皮部 通通都是活的主持 OK吗 好 所以那两颗三樱花的旁边 左边 都是还有一颗 那个 可以拨出那个 有做树皮衣的 你可以在上面 累积三年 看能不能做一件衣服 那那定期就是 会有厚厚的木栓层 一层一层的剝落 百一千层 那用它那个 一层一层剝下来 然后 抹一层 然后 也许三年后 有一件树皮衣可以穿 朱如斯 你去拨 每一次拨的都是 呃 一段时间之内 累积出来的木栓层 所以你拨下来的时候 那个全部都是死的细胞 好 那接下来往内 那木树部呢 会所谓的 逐年累积 对不对 那逐年累积的时候 假设呢 这地方的气候 可以配合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直接跳三年了 好 对 逐年累积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 有趣的现象 假设这地方 一年四季呢 这个气候的落差 会比较大的话 那 你用固定的空间来看 假设我在有效 有限的空间 或固定的空间大小里面 如果你细胞长得好 细胞长得好 当然很好 可是细胞长得好 我在这个空间里面 能够塞进来的细胞数目 就比较少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细胞长得慢 长得慢 那这时候呢 细胞就小小了 好 所以如果我们放大来看的话 你看 这里到这里 都是木植木 你看 有大大的细胞 对不对 这是找木植木的最基本的原则 然后 隐隐约约好像看到 三条比较深色的线条 第一次 从里面开始往外看 第一次出现深色线条 在这边 最早 最早第一次出现的木植木呢 那个分布呢 到此 暂时结束 然后之后呢 你看 颜色又从浅 然后到深 浅 然后到深 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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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個顏色看起來呢 相對可能就會比較淺一點 到了年尾 大概秋天之後 繼續長出來的細胞呢 現在溫度偏低 雨量又比較不充足的情況之下 細胞發育比較慢一點 所以這是年尾長出來的目視度 發育比較不良 所以堆積就比較稚密 所以這個我們就稱為叫做晚財 早財跟晚財 早財跟晚財 累積起來 這裡是早財 這裡是晚財 所以這是當年度 一年當中所累積出來的目視度 從年初累積到快要年尾的時候到這裡結束 然後接下來 這裡 冬天幾乎停下來 然後等到隔年的時候又重來一次 然後到第三年又再重來一次 所以這時候就會出現年輪 所以一年的年輪 一個年輪 一個年輪 它的界線很不清楚 但大致上 年初的時候形成的目視度 目視度 我們稱為叫早財 年尾的時候形成的叫做晚財 早財的特色是 它顏色會比較淡 細 顏色會比較淡 然後細胞會比較淡 年尾的時候所形成的目視度 顏色會比較淡 所以細胞會比較小 所以這樣才是一個喔 這樣才是一個年輪 所以一個年輪裡面有分早財跟晚財 但前提是 你這個地方的氣候要有明顯的變化 那個春夏期間要溫暖多雨 秋冬期間溫度要偏冷涼爽一點 然後這個雨量少一點 這個對比就會很清楚 對外的四季如春的這種森林的話 比較只是一樣可以形成的木材 但是在逆橫切之後 那個年輪的層次性 基本上就不會這麼強烈 這樣有沒有看齁 好 阿罪以至三罪 所以你可能還看不出到底還有什麼樣的用處 年輪當然可以記錄年輪 可是年輪除了記錄年輪之外呢 還有什麼樣的其他的用途 這是皮孔 這是那個三櫻花 櫻花的那個 皮孔是這樣 肯定很有特色 因為孝領沒有好幾顆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你可以找龍樹 龍樹很有特色 然後那個章樹 紅龍 旁邊那顆章樹 有沒有 然後你去找最失望的應該是什麼 懶人樹 不是小葉懶人喔 這葉面那個比較大 羅馬競技場有沒有 跟紅樓旁邊各有一個很大顆的 這張你不太守候 好 紅樓知道嗎 那旁邊有一棵章樹 一棵懶人樹 懶人樹上面有一個木頭箱子 很奇怪 有沒有發現 經過二年五班的那一套餐廳的那邊有沒有 就靠紅樓那邊 那個樹上不是有一個木頭箱子 有沒有發現過嗎 好 好 留意一下 去年那邊 貓頭鷹有繁殖成功 對啊 所以運氣好的話 搞不好還可以看到貓頭鷹的小寶寶這麼大隻 像一個毛球一樣 看到的話 趕快第一時間通知我 然後叫我所有路過的人 那個聲音放小聲一點 然後那個羅馬競技場的形象 你去看那個懶人樹會很失望 因為它樹皮下面那個皮孔 因為太老了 所以很不明顯 你看到 阿會 直接接近下來 要談這個 言論的問題 就是你現在 這是張樹的 張樹因為它是屬於中低海拔到中海拔這個附近 一個很重要的樹種 以台灣來說的話 台灣在這個海拔裡面 大概五六百到一千八這個附近 其實都可以有張樹的分布 可是台灣的張樹當年 事實上真的被砍的還蠻嚴重的 因為你第一個 張樹的木材還不錯 二 又可以提煉髒腦對不對 它提煉髒腦其實有很大的這個價值 所以你現在要在台灣的山區 看到那種那個原始林很粗的那種張樹 有困難 大概都是看到年輕一輩的 好 所以這個年輪當然剛剛你可以記錄 這個樹的這個年齡 可是其他的這個部分呢 有些東西不是用看的 因為木石部這個地方呢 它可能會因為當年度的氣候 或者大氣當中的特定的成分 當這些成分呢 透過透氣性的構造 進入到木材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就可能會累積在某一年的木石部當中 所以如果你去做比較精密的成分分析 很有可能會在不同年度的木石部裡面 發現它們的殘留成分是不同的 所以你就可以反規 也許在那一年的時候 比如說因為比較豐富的 那個什麼空氣當中 某一種東西的汙染對不對 所以某些年的空氣汙染 某一種成分的空氣汙染比較嚴重 還有一些年呢 基本上就沒有那麼嚴重 類似像這樣子 那這種東西不是看得出來的 OK 那可是另外一個也可以看得出來的是 你會不會在年輪通常不會很寬 你看這個年輪就很厚 那邊又變窄了 有沒有 那邊又變厚 那邊又窄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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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表示什麼 有些年度似乎它的氣溫與水配合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當年的年輪就很厚 有沒有 如果你氣溫與水的搭配條件不好 當年的年輪累積出來的就薄薄的 對不對 所以厚薄也可以反映出氣候的變化 好 再第三個 那年輪到底還可以記入什麼東西呢 這是一個很完整的金的橫切 表示有很多的森林 事實上呢 它在整個消長的過程 一不小心發生了森林大火 這時候就麻煩了 森林大火 當然我們一般會覺得 對森林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對不對 可是後來在做生態學研究的人 他們會發現 有一些森林呢 它是刻意 就是一段時間之後呢 它就給你來一次森林大火 比如說如果你有機會 將來去台灣的山爬一爬 但是前提是安全的情況之下 台灣的松樹林底下 通常會累積很厚的那個松針 就是那個葉子 那有時候一累積可以到這麼厚 那踩在上面有很舒服的感覺 就是會讓有沒有 鬆軟的 然後躺下來很舒服 因為有精油的香味 那你小心一點 如果那個底下躺下來鬆軟 然後很舒服的感覺的時候 表示它那個松葉已經累積的厚度夠厚了 這時候如果上面陽光附在 你看 一有可燃度這麼豐富 對不對 然後陽光附在 萬一裡面呢 開始軟 慢到燃點 然後呢 松樹剛好又是精油很豐富的那種樹木 對不對 所以所有條件到齊之後 直接燒起來 那如果整片身體都是這個樣子 你可以想像這個燒起來多麼快嗎 對不對 那幹嘛要弄這樣 這樣很不幸啊 就是你好像所有的東西 都是你自己留下來的問題 對不對 可是 松樹林是這樣子 你如果不把上一代給燒一燒 下一代就很難省嘴 這樣很殘酷齁 所以有一些松樹林呢 大概60年到150年要燒一次 把上一代適當的清除掉一些 然後 有利於下一代的繁衍 那表示說那上一代真的會燒到零呢 總是會有一些幸存的對不對 所以 也許再過個200年 300年之後 我怎麼知道這個森林曾經燒過 好 假設有一棵松樹 那現在呢 運氣很好 這一棵沒有被燒死 而且當初被燒的時候呢 只有這個樹幹的假設 那個山口的部分 可能過個50年 可能過個100年 它從旁邊往內長進來 後來那個山口就被掩蓋了 對不對 你在給它100年的時間 搞不好從表面完全看不出有燒過的痕跡 那一般曲年輪 知道有一種工具 就是一條直通通的鐵管 裡面是中空的 然後有點像螺絲 然後我們就往那個樹幹的地方打下去 然後開始用磚木 不是磚木啦 就是用磚的方式 像螺絲一樣把它旋轉進去 那因為你那個管子是裝空的 所以你轉進去之後呢 那個管子中間就開始累積一個木條 就最後把它整個取出來之後 你就有一根木條 然後開始這樣慢慢取 這是年輪解取器這樣子 好 那假設這一棵樹呢 就很奇怪 我們從這個方向磚進去之後呢 所有的年輪全部都是連續分布 沒有斷層 但從這個方向磚進去之後呢 發現有幾個年代 它呈現焦黑狀態 而且是一個很大的斷層 因為燒掉嘛 那你燒掉 你可能要很多年 後面才會被附帶起來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有五十年的這個斷層 對不對 所以你拿那個健全的年輪 跟那個有缺口的年輪 一比對之後 是不是可以反規這個森林 很有可能在早幾年的 某些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森林大火 那你現在取這一棵樹 有測到一些年份 然後呢 從這個森林裡面多取幾棵 那處於取一個這個 比較充分的證據 對不對 把所有的這些燒過森樹的年代 拿來比對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推論到一個 比較精確的年代 它曾經發生過森林大火 萬一最後樹能預計很好 燒第一次的時候沒死 燒第二次還是沒死 燒第三次還是沒死 對不對 所以這樣交差比對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欸 這個森林很有可能它的火燒週期 可以想像嗎 這個對森林的研究很重要 所以當你昨天站在一個火燒週期 是150年的森林裡面 然後呢 它現在已經有180年 沒有燒過了 你在這森林裡面的話 你要自己小心一點 搞不好就因為你不小心 你是故意的 想說我在生個火 然後呢 煮個東西 煮個飯這樣子 結果就因為你是一把火 整個森林就燒起來了 雖然直接兇手是你 但事實上 它早就設計好的 就是需要你來捏土一下 而且這樣你就這麼白 就剛好點過貨 而且慢慢燒起來 也要因為你的貢獻 最好不要做這種事 結果單字也還是沒講完 走開 欸全部拿著這樣子 直接外面排隊去體育館 現在不去就沒有位子了 快快快快快啊 欸媽媽 做一下禮拜五交 要練很久 不會 呃 換捷克就回來 我因為也還沒寫完 走他 Gorbi ng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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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要被走了